为了打造社区亮点 沙鹿公民社区邀请樱花达人前来指导 沿着中正路将山樱花的枝干 嫁接到了极叶樱的品种 每年3月中旬正好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粉红色的花瓣随风摇曳 景象美不慎收 这天公民国小的学生 也在在地里长的带领之下 前来拍照游玩 感受春樱之美 粉白色的樱花随风摇曳 在沙鹿区的中正路上热情正放 景色美不慎收 不但有远从香港来的游客 特地慕名造访 就连邻近公民国小的学童 也在当地里长的带领下 前来拍照游玩 感受春樱之美 能在社区看到那么漂亮的话 极叶樱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在这个社区可以看到 美丽的樱花 都是粉白色的 整条街都开满了 那还会有蜜蜂来采 我真的是特别的幸福 很骗人 又是第一次 这么近的距离看到樱花 对 我们以为已经开完了 然后过了还有的话 很兴奋 对 公民社区多年前 特别邀请樱花达真 前来知道 江山樱花的枝干 架接上其野荫品种 让樱花树可以适应在平地生长 而竹筋在社区志工的细心照料下 樱花树也越长越好 尤其每年三月中旬开始 樱花就陆续振放 也成为当地最夯的赏花景点 因为今年的气候的关系 开得比较慢 气候的关系 没有下雨 气候的关系 不然以前都开得很旺盛了 今年是慢慢的开 慢慢的开 时间比较久了 最好是越来越多人 越来越出名 大家都来开 那我们会更努力付出 美丽的樱花大道 也为地方带来观光整潮 而里长也表示 预估今年花旗可以延续到 清明廉价左右 喜爱赏花的民众可别错过了 就沉默和台中才放不到 好